嗨 我是海妈 今年我们双十一九块九的绣球无尽夏 你好到了吗 为什么要做九块九的无尽夏 我要在这个秋冬季节 放出去很多很多的植物 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它落光叶子 然后春天 呼啰呼啰 开了开了开了 那种喜悦的情绪 现在这个视频教大家 如何把这个九块九的绣球 重到一千多块钱了 一年多的时间都可以了 无尽夏绣球广泛地受到欢迎 而且是新手的入门款的绣球 在北方地区上面的这些织条 就算全面被冻坏 这一堆堆的底牙笋 第二年冒出来造成开花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样让它快速长大 我理一个表给大家看一下 双十一事件发生的时候 购买九块九 我真的是老母鸡的 这个心都操烂瓦了 然后回到家 大约是11月15号 换盆两家轮 换盆的时候加一个千百计的浮虫 加这个作用是为了防牙虫防剂 然后下面施肥的这一个节奏就是 11月25号12月4号左右 再来一个12月20号左右 12月30号左右 施肥 零刷二清假到1月打霜 这个时候就是用小卵棚保护过冬 这个时候不修剪 都没有修剪的过程 3月3号就是已经发芽 根系已经满掉了 这个时候就换三加轮 这个时间段是可以用来调栏的 每周一次 可以用通用型肥 绣球型肥 花卉型 通用型肥就只用两次 避免它发育的过高 一直用肥 用到5月1号左右开花 这个时候的花量应该是一个 5到10多这个区间 然后在6月1号左右修剪 花和下面的叶片剪掉三分之一 一定要保留叶片 修剪了之后马上换盆到七加轮 要遮阴不要暴散 你本来是有接近10个枝条 就会变成30枝左右 然后继续在这个过程里面 用花卉型的肥 不允许用通用型 避免长高 到8月15日左右 我就在这个地方直接剪掉 去掉这一颗第二级分支的三分之二 要让它剪矮一点 像我这个就是被矮化过的 并且修剪了之后七加轮 直接换到十加轮 因为要有60枝分支 这么大的花盘 有这么大的官府 然后到明年的现在 也就是到11月 秋冬季节的时候 直接跟它换到一个15加轮 后年就要让它开到 接近100朵 因为60个分支 然后无数的底牙 大量的侧枝 营养堆积够了的情况之下 全面开花 就是现在的一个9块9 后年春天开100朵花 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你要栽种一颗绣球 喜欢它花团紧触的样子 建议你从无尽下开始 对 我现在双十一9块9 我现在带着羊过来的 你看都好凸了 还好不够的话 我只好带着羊圈过来了 帮着海妈陪你种花 拜拜 帮着羊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